星光叛毒,大胆黑暴在燕机场,维护国安不容松懈 作者,阮乐游 2019年的反修例黑暴是香港人的噩梦 是一道深深刻在我们心中的伤疤 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在香港实施香港国安法 加上警队的努力,黑暴占见色微 反中乱港者畏惧国安法以及警队的威严,不敢造次 香港逐漸游乱及治 加上英国的助攻以BNO5加1计划 吸引了一群不爱国,不爱港,只爱大不裂颠的黄友移居 搞事者消失了,香港宁静了,我们的生活重回正轨了 不过仍有一堆未走的黄人,或没能力移居 或全心继续在港捣乱,他们潜伏在港 一有机会就走出来煽动反中乱港的思想 今年11月27日警方接报 指一名男子身穿有煽动自据的衣服 在香港国际机场出现 警员到场找到该名男子 并在他的除身物品中 手出印有煽动自据的旗帜和衣物 以及一张他人的身份证 在香港国安法已落实的今天 竟然还有人大骂骂的穿上有煽动自据的衣服 在机场这连续海外的重要场所出现 是有此无恐,还是为搞事豁出去了? 而他身上攜有其他人的身份证 这行为本身已是违法罢 身份证是谁的?那内有什么用途? 当然,不者与读者们是正经人家 对违法者的蛇鼠途径 与罪恶思想自然无法理解 该名男子被警员拘捕 并被落案起诉一项作出一项或多项 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 一项管有煽动刊物罪 及一项管有他人身份证罪 警方只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 属严重罪行 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两年 提醒市民切勿以身示法 香港人都应该知道 煽动是严重罪行 竟然有人胆大包天 公然挑战法纪 可见黑暴是多么猖狂 似有不乱港不罢优的心 所以要维护法纪、维护国安 我们绝对不容松懈 市民亦应留意身边的人、事、物 建议积报 免被黑暴有机可习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